记者黄鸣汤台东报道,今天在飞南乡阿里百部落举办的飞南族联合年纪的数十个摊位,也味十足,有整只山猪现场探考,也有三杯野薯,族人大快朵頤,游客也挑战野食,大乎好吃。 飞南族联合年纪有数十个原住民各摊位,各族美食齐聚,都是原住民的味道,一大早就飘香。 从海端乡来的布农族猎人王立德,从中央山脉打来一头大山猪,一早就抵达摊位,架起烤肉架烧柴火,全山猪上架火烤,油滋滋猛低,香味四溢,让人口水支流。 民众现场指定部位积分量,限隔限切搭配洋葱,一份250元,猪皮烤得比孔雀香酥脆还脆,肉嫩带汁,让原本不敢尝试的游客吃了大惊奇。 游客好奇问这族这什么品种,王立德不忘原住民是幽默说,不农族跟碑南族杂交的啦,逗得游客哈哈大笑。 另一摊来自芝本卡大地部的摊位则以野鼠为招牌菜,这是俗称山河的田鼠,悲难族人擅长设陷阱拨鼠,现场以三杯做法献炒,香味四溢,炒皮蛋或煮汤也很鲜甜,一样每份250元。 族人们趋之若鹜,不明就里的游客闻香而来,听到是老鼠,不少人被吓跑。 卡大地部的退休警官陈贤德在现场卖山老鼠肉,他说排东地区因为没有种这,老鼠变少了,猎人大部分都到花莲找猎场,今天的野鼠,都是前几天去花莲抓回来的。